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解析欧美网红营销的爆发运用和未来一 不论是中国还是海外 网红意思似乎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言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将网红成为心中的明星 而明星总是让人渴望而不可及 网红却让人们觉得更为亲切 真实,接近自己的生活 作为一位女性 网红意思的出现让我自动筛选出外表出众 或在某领域尤为出出的人选 她她会让我时刻想去关注 了解她她的生活动向 关注她她的个人频道 使用她她推荐过的商品 因为喜欢,所以会特别信赖 但作为创业者的我来说 这部网红潮流不仅仅是一种潮流的更迭 在我眼里,它更是一个新市场 新势力的崛起 出海大势下 2017年网红营销开始爆发 纵观中国游戏和互联网公司 出海趋势可见 游戏从端游开始 毕竟夜游、手游 只是现在的中国游戏公司 可以说在欧美市场已经占据了重要位置 移动互联网公司从安全、电池等工具类APP开始 在海外已逐步积累了数以亿计的用户 而从2016年开始 却转向与娱乐性相关联的APP类型 如直播类、本视频类、社交类 其目的就是为之前有的庞大用户 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 增加用户的年度 形成自己的社区平台 那么,要进军且占领海外市场 除了虚产品本身优质外 在营销方面更是需要细细揣摩 与当下潮流紧密结合 才能抓住大众之喜好 在竞争激烈的战场上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以游戏市场举例 在2011年前的端游时代 营销方式是全方位的 CG、PR、论坛、社区、官网、EK等多种营销手段 极推广渠道 这种线上加线下一体化的 整合营销策略 让一款产品从前期孕育 便开始进入人们视野 从而产品上线之前 即可让早已关注的这类人群 立即深入了解产品 在上线之后 立刻带入大量的用户 自从2011年进入夜游和手游时代后 买量则变得尤为重要 在前期单纯靠买量 就能带来大量用户 但是随着众多移动游戏和互联网公司的入场 买量的价格也不断水涨船高 因此2016年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注重分析市场趋势 以网红营销为主 为产品定制打造专属营销方式 这其中不光有因为买量遇到瓶颈的游戏公司 也有希望能面对用户塑造自己品牌 提供优质内容的直播 本视频的移动互联网公司 进军欧美市场 如何运用网红营销 整个欧美市场就目前而言 网红营销的趋势增长非常之快 2017年是网红营销高速增长年 根据市场调研 71%的消费者 更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推荐下 做购买的决定 而不是被广告影响 70%的YouTube青少年表示 相对于传统的明星 他们更相信网红的建议 那么对于欧美市场而言 到底该如何正确运用网红营销 1.考虑用户精准体配网红自身 天然就具备两个属性 A.优质内容的产出 网红相对于明星而言 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 也没有专业的包装公司 所以对于他们而言 所增长的每一位粉丝 都是珍贵的 为其他们会仔细筛选合作品牌 在充分了解产品特性后 精心制作精良的内容 去吸引更多粉丝关注 为了让粉丝 长期不断地忠诚追随 他们则会不断制作高质量内容 去保证粉丝追随的长期性 B.自媒体的传播渠道 网红本身就是一个高质量的传播渠道 他们可传播范围 不仅仅为他们的粉丝数 粉丝本身也是一个拥有自传播效应的载体 在NuCode合作的项目中 有一款日本知名IP的业佑产品 我们根据游戏的风格和目标用户群 确定将寻找的范围 定在二次元和喜爱日本动漫文化的游戏网红之中 这样可以进行用户的精准营销推广 不但提升产品曝光度 而且兼顾转化效果 这次合作的网红带来的下载和转化数据 如下谷所示 在我们寻找的网红当中 其中GLOCO 953629的效果尤为突出 我们观察到的 从视频浏览量到最终游戏注册的转化率 平均2.18%游戏的平常的标准为0.5% 下谷是一款挂机类游戏合作的 网红营销活动的留存数据报告 这里被比了网红 直接带来下载用户 和Facebook满量带来的下载用户的留存数据 看到网红带来的留存数据 比Facebook对质量最高的广告平台 带来的用户留存还要高 同时长期观察 网红带来用户的ROI也更好 以上这两个案例都很好的诠释了 如果在准备进行网红营销时 正确的为产品定位精准的网红资源 千万不能盲目的追随量极大的网红 而忽略的真正适合自己产品的网红 只有做到在搜寻网红时精准定位 才能事半功倍 否则也许投入的很多 最终却远远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2.根据产品和营销目标 设定不同的产品展示形式 经过对多个成功案例的分析 将网红给产品做宣传的形式 分为以下几种 A.独立的产品评测 这其实就是网红根据产品特性 通过在一段时间的了解和体验之后 制作的一支关于产品评测内容的视频 这种方式的优势就在于 可以让目标群体能够在短时间内全面了解产品 继而让用户瞬间对产品产生消费欲望 不过如果产品和网红之前的内容不相关或者差异太大 那么方式A的赞助视频 不太容易吸引粉丝的关注 从而导致浏览量低于平均水平 B.通过在网红自己的原创内容中 做植入产品信息来扩大宣传 方式B相对于方式A来说 虽然展示的时间和内容有限 因为是软性植入到网红日常内容 所以可以保证较高的浏览量 THE部分有限保证较大宣传 方式B相对1号 60 toothpaste 500 aoistani眲 仆布 ца2号 大宣传 哪二号某日常 Bugün80션